我们第一阶段是先把它 录完 但是你会发现切过来 切过来你可能要了解一下这个环境 它实际上就是visual basic OK然后里面可能 要注意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要让你这些程式 因为录完东西呢假如你下一次 隔个几天之后或者 一段时间回来看你可能也完全看不懂 那你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只要那个你是做开发工作 一定要养成好习惯 什么样的习惯 因为你一定会忘记这些东西 在这个时间点你可能还记得 但是过一段时间一定会忘记 不管你再怎么聪明的人 你一定会忘记 所以怎么办呢 请你养成好习惯 就是把你刚刚做的动作 逐一的怎么样 在上面加一些注解吧 那怎么加注解 第一个那注解的模式我刚刚讲 一一定要单引号开头 二的话就输入那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比如说第一个步骤 我就插入C栏 假设我这边就输入那个 这个后面的 至于那个注解要写什么东西 其实没有标准的答案 你可以 因为这个东西是写给你看的 所以呢你怎么写 只要是你看得懂的 方 你 那个 为原则 所以 跑掉了 好所以你这边的话就记得 单引号开头 一 好那做什么呢 他就是 OK好 那你把他移开之后你会发现 他这边呢 就会变成绿色的字 那绿色的字表示说将来 城市看到他不会执行 会直接跳过 OK第1个 那 接下来就说你要能够慢慢看懂 其实 因为这个是美国人设计 所以他里面的语言 其实也没有很困难 但是就是用英文而已 所以你要知道说 他里面的表示方法 那也就是以后 你只要慢慢慢慢 录久了 你会看得懂 看得懂之后你又会自己写 自己写之后的话你会自动化 这有点像你刚开始学英文一样 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学程式 真的慢慢英文程度也好像也会变越来越好 因为里面都是英文的 这没有办法改变 因为这美国人设计 他不可能说哪一天突然把这些全部变中文 让你中文表示吧 那其实他还有个基本的概念 第1个 比如说我要插入C栏 那实际上它是什么 第1个 我刚做两个动作 第1个就是什么 Colens Colens指的是栏的物件 那哪一个栏呢 后面刮弧就是 那个C 冒号到C 意思是C栏 点slite这个动词 我刚做了一个动作 点下去嘛 对不对 点slite就选取它 后面这一行就insert insert到它的右边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 第1行跟第2行是插入那个 就是C栏 然后第2个动作的话是什么 第2个其实 就是 游标放在那个什么 那个C2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是 就是 那个游标放C 不过这里面 它打得蛮多的 所以我这边有 已经写好的 这个把它复制 我把它云端上面也有 这个是第2个 就是 然后输入 第3个的话呢 就是什么 第3个实际上我是输入那个公式在 在那个 C2储存歌里面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什么 自动向下填满 点两下 所以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我就 把这个 向下填满 当然 1234 分别把它输入上去 这样的话 我们就 大致上完成 我们的那个 聚齐录制 加上注节这个 我是觉得还蛮必要 但有些 有些人可能习惯就算了 反正录完之后可以跑 就过去了 但是有时候你回头看 你会发现很多地方 你会都不知道到底在做什么 但是如果你加上注节之后 也是一种学习 那里面的话呢 还有一个可能可以再精简的 其实 程式里面 因为 毕竟呢 录制聚集的时候 它是用 记录你滑鼠 跟键盘的 相关动作 所以呢 有的时候 会多写一些东西 比如说哪一些呢 其实 那个 它一般会写什么 c栏 点select 然后呢 因为select的话呢 会多 会产生一个叫selection的物件 所以这个地方select是动词 selection呢 它会变成 多一个物件 有点像一个名词 你 选取嘛 然后selection是选的什么 范围 OK 但是一般习惯是这样啦 其实也不用那么啰嗦 其实select selection其实就指的是这个东西嘛 就是c栏 所以通常啊 如果我看到select 跟selection的话 通常我会怎么样 把select跟selection 清掉 但是留一个中间的点就可以了 select跟selection 中间留一个点 然后把它delete掉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少一行 OK 你会发现 其实 其实在那个ecel里面蛮多 类似的东西 像底下这一行 c1.slate 就意思是游标放在c1 然后输入什么 输入这个产品名 其实这边可以简化成什么 简化成这样子 就是 把那个slate跟后面那一串 把它删掉 其实留下什么 产品名称 产品名称 意思就是说把那个 产品名称这四个字 的字串 丢到那个 c1里面去 OK 然后 底下这个slate 其实也可以啦 就 一取同工资 那只是说如果你今天 下面这一行 假如把它删掉的话 底下会有个selection 它会找不到头 因为你一定要slate 才会有selection 所以如果你今天把上面这个拿掉的话 比如说我一样 把这边删掉的话 那它会造成就是说 这边找不到 这 selection 你没有slate 怎么没有selection 那不过没有关系 你可以 可以把这一行 这个selection改成什么 改成c c2就可以了 range c2 那这样的话呢 就把它填上 这样也可以啦 那最后呢 这个地方有多一行 range c2到c20 意思说 这帮我选取 可是我觉得这个动作 好像有点多余 其实这一行你可以把它删掉 最后的话 其实精简再精简 就变成这样子 其实只要四行 就四个动作 不过这个 至于要不要精简 精简到什么程度 当然也 没有 一定啦 如果说你觉得 程式可以跑就算了 你不精简 他也是要照跑 只是说像我的习惯是 我会有那个程式的洁癖 我只要看到那个程式太冗长 看起来 就是多一行 不输 就会觉得感觉好像有 一定要把它稍微做个处理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处理成这样子 就是 修改之后的结果 那这个部分如果说你担心 你会有一些细节 假如不太清楚的话 云端上面 也会有参考 我刚刚跟各位讲过 或者你用你的手机啦 连上去这边也会有 我会把那个 最后已经做好的东西 但是照相 下方的话会有完整的程式 你可以直接拿来参考 OK 所以 第一段我们就完成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来处理 第2段 那第2段要做什么 第2段就是 改完之后你可以再试试看 可以把这一段 再删掉 把C栏删删掉 然后再让它跑跑看 执行看看 看一下有没有错 如果没有错 那表示你这样改就没有错 可是如果说你改完之后 发现奇怪 像刚刚我这个 哪一行呢 selection 这个selection 比如说我今天把那个刚刚那一行 这一行 上面没有selection 可是却有selection 的话 如果我在执行它的话 聚集里面 聚集里面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 他马上跳出什么 执行阶段错误 1004 其实一般人 最怕看到这个东西 如果看到这个东西你也不要 太紧张 如果你看到这个画面呢 记得啊 如果什么什么什么错误的话 那表示 就是程式里面发生错误呢 两个方案 要不是结束 要不是真错 我是建议你按真错 真错之后他会告诉你说 你哪一行错 他这边已经告诉你了 这个selection 那怎么办呢 我就把 上面这个物件 直接 把它复制贴都贴过来 这样子 然后再来怎么做呢 你就直接再按上面有个什么 继续 所以特别注意啊 如果你错误没有关系 他是黄色的状态 表示他 程式停在这里 那停在这里呢 你后面就没办法再跑程式了 所以呢 要不就是请你看上方 这边有一个什么 继续 就让他 改完之后你确定改正确了 你可以 按一下上面的继续 或者是另外一个 这边有个正方形 这个要停止 就是可以把它停掉 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改 那你就把它停止 但如果你知道怎么改 你就把它改完之后 再按执行 这样的话他就直接 跑完给各位看 这样OK了 不过这边好像 我刚忘了把这个删掉 这个可能 删完 删掉这个 然后重新再输出一次 比如说 这个也要把它删掉 重新再让他跑跑看 如果OK的话呢 那这样子 就表示没问题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一样 这个第1阶段完成之后 再来就第2阶段 第2阶段的话呢 我们一样就是 把那个刚刚讲的 就是123完成 45 45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 就是 把这边这个范围 先做 取消跨栏式中 取消跨栏式中 然后再来填满 所以两个动作 那也就是我们要开始录制 所以第2段 如果你前面 OK了那在第2段 第2段的话 特别注意 就两个动作 取消跨栏式中 跟向下填满 那一样 我们就是开发人员录制 所以 假设我已经彩排OK了 然后 再来的话 我就 确定OK 那就按录制聚集 这边的话 我就给他叫 通讯彩 通讯产品 反正都一样 通讯产品的聚集2 通讯 产品 聚集2 按确定之后的话 一样哦 动作不要多两个 只要是 1 先选取那个 第2到 第20 2 切到常用里面的跨栏式中 把它取消 3 再分别 点选第2 按按键键向下填满 再点一下 然后向下填满 点一下向下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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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特别注意哦 你那个滚轮哦 如果你现在滚轮 卷动的话 他也会录哦 他也会录进去那个动作 滚轮的动作 所以那个滚轮动作录进去没关系啊 到时候你看到把它删掉就好了 因为那个不需要的 好 那录完之后的话 一样把它停止 再来怎么做呢 一样 把它恢复 不过 因为已经 这个 把它执行看看 不过现在 通讯产品聚集2 你如果现在执行 他本来已经就 就已经是 宽然之中的状态了 所以怎么办呢 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怎么 把这个删掉 工作表删掉之后 重新再拖拉一个 然后他这个是完全没有做 但还是第1个一定要先什么 先执行那个 第1个聚集 那第2个的话呢 再执行第2个聚集 OK 但是你会发现哦 跨栏字中 他执行的话 会产生错误 为什么 这里面 他有时候帮你录制 不表示100% 一定 都没有错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你可以按确定 那里面看一下 他到底里面哪里错 这个地方编辑一下 其实 你可以看到那个 通讯产品聚集2里面 他最大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说他第1个 一样 所以你可以分析一下 他第1个一定要 一样先帮我把那个 第2 到第20先帮我选取 这个这一行是没有错 但是底下的话 你会发现 有一堆的什么 一些 W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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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ection AndWish Selection 下面有一个 下面有一个 好多个 请各位注意一下 只要你看到Wish跟AndWish 请注意 直接把它删掉 这个 这个部分是他录制据的一个问题 他录下来东西里面有一些不应该 不应该放的 所以呢如果你把它Delete掉 好 Delete掉之后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了 其实 他主要呢 取消 合并的话 其实主要就是这个 这个方法叫什么 合并叫Morgan 然后呢如果要取消 合并的话 就是加一个余温就可以了 Morgan OK 所以 另外还有一个 如果他更简单的话 我刚刚讲的 Select 会产生一个Selection 那如果你Select 跟Selection 不要的话 可以什么 Delete掉 就更简单的 所以 特别主要 这一行 其实就是什么 把那个范围 做取消 合并的 动作 我们这边一样加上注解 注解的话就是 这个第一段 其实就这一行而已啦 所以刚刚做那么多 其实主要是要取得这一行 所以以后啦 写习惯之后 甚至你干脆 可以 直接怎么样 直接 自己打 有时候打得比较快 那前提是你以后习惯之后啦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呢 再来就是 做填满 那因为我刚刚已经跨栏字中取消了 那再来就是 租行租个租个的 把它做什么 我再跑一下 这个可能 再把这个删掉一下 然后再拖拉一次 Ctrl 键按住 让它再执行一遍 这个OK了 那再来这个的话 再把它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也OK了 其实 主要刚刚会错的就是这个啦 所以你们刚刚呢 只要看到什么 录完的结果里面呢 会有一堆什么 End with 一堆的 你们其实可以参考那个第19页 第19页呢 你只要把它改成这样 它就取消那个 跨栏字中了 那 再来就是自动帮你填满 那填满其实它这边 总共就是 只要一个动作就三行 一个动作就三行 不过像我的习惯 还是一样 要把它精简 Select Selection 有没有 Select Selection 就把它Delete掉 那另外它底下会帮你多写一个什么 最后再把那个范围选起 好像也多余 所以这个 这一行其实也可以把它删掉 然后 所以 这边的话 这边 我把它再执行那个 第1个给各位看 所以你会发现 合并之后 那我们就是在分别 针对那个范围 然后第2 第5 然后 可以把这边 只要是Select的话 就把Select 跟Selection 删掉 然后底下这一行 再选取是 不用 多余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 其实可以再更精简 精简之后的话 大概最后留下来的 就是只有 总共 反正你重复几次 他就重复几行 这个就填满 把它改一下 改成 18 OK 这个也把它删掉 另外的话 如果你看到什么呢 城市里面会多一个什么 Active Windows 点什么 SmallScore Done 删 意思是说你 这个 他们 这个东西都应该你卷动滑鼠 录制的时候 你卷动了滑鼠 那如果你卷动滑鼠 其实 他会帮你录出来 但是其实 不需要这个功 所以 如果你看到这个 你可以很直接的把它删掉 OK 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最后做完之后 其实就两个步骤 注解的话 就一 是 取消跨栏之中 二的话呢 就是在什么 在填满那些资料 所以这边的话就填满 就是 底下的话 比如说 我希望能够 帮我这边范围取消 所以我这边跑一次 给各位看 你可以 取消 OK 然后呢 再分别把这个范围填满 这个范围填满 所以一个一个的话 就分别的 帮我把底下东西填满 那就完成了 第二阶段 OK 所以第二阶段就完成 相关的参考 的那个程式 是会是在那个 第 一样是在 这个第二段的话 会在第21页部分 在 19页到21页 19页是 删掉那个不需要的那一段 and with and with 然后再来的话呢 把那个程式最小 删掉不必要的程式 不必要的程式里面 最大的其实就是那个 也是slash 最后还有底下那一行也不用 其他的话我刚刚呢 如果你要看到细节 各位有看到说如果你要 慢慢让他 程式慢慢跑的话 刚刚是按下那个上面有个 这个 执行 他这个按下去是全部跑 可是如果像我刚刚是一个 一行一行慢慢跑的话 你可以利用什么 在执行 在征错里面有一个叫 组行 组行里面有一个叫F8 也就是说 你假设要看到程式的细节的话 是可以善用那个F8 那我在21页里面也有提到 你按F8的 好处是说 你就可以怎么样 组行组行 去看到细节 比如我这边再拉一个 聚集 这边执行过 然后如果像 刚刚的东西 假设我可以切到Visual Basic里面 那 一般是直接按上面执行 或者从这边直接执行的话 他一次就全部跑完了 太快了 我如果希望的让他程式慢慢跑的话 你可以从Visual Basic里面 这边按F8 游标记得放这个范围里面 的其中一个位置 F8的话呢 按一下 他就会跑一行 按一下呢 就跑一行 所以 这一行还没跑过 所以不会 跨栏 取消合并嘛 所以 按一下 取消那个合并 这个时候就合 那填满 你只要按一行 他就帮你做一个动作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觉得对于未来你在 就是处理那个巨棋的问题上面 也非常的方便 OK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做好了 第2个阶段 那第3个阶段其实 就是在什么 编号 这边 插入一个E栏 插入E栏 不过你会发现 后面的动作 其实跟那个 刚刚讲的那个C栏 好像还蛮像的 那其实 是不是说可以 做一个 做一件事 干脆那个 不用录啊 直接怎么样 拿这个复制好了 复制之后贴到底下 把这边改成3 有没有 把它改3 那里面其实 不用重新录制 干脆拿来改就好了 改什么呢 反正只要看到C的 通通改成1就好了 但是 会有个地方 可能要注意就是 你丢的公 给他的公式 可能就 不能够直接丢他原来 不然的话 你这边的公式 跟那边的公式 会不一样 那怎么办 修改 所以这个有几个重点 那请各位试一下 如果刚刚第2段 OK的 试试看第3段 哦 试试看第3段 试试看第3段 试试看第3段